嗨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 就在今天3月8號蘋果春季發表會告一個段落 雖然我們看不到M2晶片 但這次我們看到了M1 Ultra 這個M1 Ultra直接不演了 就是把兩顆MAX封裝在一起 20核心加上64核心的GPU GPU的規模是之前M1晶片的8倍 這也意味著Apple也朝向了AMD的膠水大法賣進 我強烈懷疑是台積電引導這兩家美國企業走向模組化的製程設計 但看TR系列它黏了8顆CCD到64核心 那我覺得黏了4顆MAX的M1 Extreme應該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那無論這個是否成真 核心數量的增加而非拼單一超大核心 依舊是現今晶片發展的趨勢 現在看來已經跟ARM架構與S86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MAX Studio 它的官方的功率到370W 那扣除掉USB供電等等的因素 這一個超過1100億電晶體的SoC 應該也是超過200W 那如果你對1100億的電晶體沒有概念的話 我這邊來找一下標準 3090這顆GA120是283億顆 Zen 3的8核心CCD也才41億 所以5950X這一顆16核心的CPU也才不過110出頭 所以說M1 Ultra它的電晶體有5950加上3090加起來的3倍 但這樣子的主機功率壓在400W以下 只能說是台積電非常的厲害 雖然最近股票跌很兇 但也跟國際情勢有關啦 那因為我這是硬體頻道 我只能PO一張VEGA FE的照片 那有人會說代工不只這個股價 反正我這就是免錢平台 你就自己看要不要買股票這樣 簡單聊完M1 Ultra晶片之後 我們來討論一下 APU的ITX會不會也朝著這個方向來發展 畢竟這一個20核心的主機 它不到4公升 重量也不到4公斤 有這麼強的性能 那難免好奇會不會這樣子走 那現在AND有發表RADIAN 2架構的 6000系列行動版處理器 其中的680N已經有12個CU 對比6500的16CU 我可以解釋說這個APU 應該就是5800X 與RX6500黏起來的產物 那這個概念我之前大概有提過 雖然說Mac它並沒有 那麼多的ARM的原生遊戲可以玩 但你有看過M1 Ultra介紹影片就知道 這一個晶片它的GPU的比重 比起CPU來的高很多 那對比5800X與6500這個晶片的規模了 的差距 那可以看到AND是比較多在CPU的部分 那M1 Ultra則反之 那我覺得很大的原因當然是市場佈局 畢竟如果AND真的照5800X 跟6700、6600 封裝在一起的話 那自家的顯示卡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封裝越大量力也越低 那台積電製程排在蘋果後面的AND 那當然是不大可能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M1 Ultra是代表台積電與蘋果之間緊密合作的產物 目前還沒有其他公司來效仿 畢竟我之前影片講過 蘋果可是這個全球第五大的經濟體 比前一定是雜不贏的 那AND跟Intel如果做出這樣子的高性能APU的話 那以後對於ITS智商一定會有革命性的變化 那屆時像方塊般的ITS即可一定會更加的常見 那以後我會持續的關注產業動態 再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邊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